记者郑书亭桃园报道, 陈姓女子去年11月间, 在桃园市归山区目睹一起机车, 汽车擦撞车祸, 她好心上前询问骑士要不要帮忙报案或叫救护车, 却遭汽车副驾驶做的周姓男子将不关乃的事, 又辱骂五字经, 陈女报案控告周南公然侮辱, 周南真迅时不知反省, 推称我喝醉了,应该是对方口气不好, 桃园地院法官沈坚一公然侮辱判处周南拘役40天, 如一颗罚金得付出4万元代价, 陈女无奈说, 去年11月16日晚间9点多路过市发出, 正好目击机车与汽车发声擦, 她赶紧上前询问道德的理性骑士要不要帮忙报案, 要不要搅救护车, 汽车副驾驶座的周南闻言, 不但抢她不关乃的事, 听到她说要报案, 竟口出不堪入耳的五字经, 甚至出手做事要殴打她。 周南在警局侦询时一度否认泛行, 推称她忘记了, 不知道, 当时喝醉了, 平常没事不会骂人, 应该是对方口气不好, 又呈车祸时已与对方在处理中, 陈女却在旁一直碎念, 之后才坦诚有骂陈女五字经, 而理性机车骑士也出庭为陈女作证, 证明周南确实又出言侮辱陈女, 判决指出, 周南行为已设犯公然侮辱罪, 沈卓他仅因陈女在路上关心车祸受伤的机车骑士, 就心生嫌恶, 出言买骂, 扣出五字经后还称骂乃刚好, 险见周南缺乏自省力, 沈杰一公然侮辱罪判处他拘泥40天, 沈杰一公然侮辱罪判处,